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做一个表单出来 基本上表单,因为前面我们只有写单纯的程式码 程式码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一个UI界面 所谓UI界面就是那个User Interface 就是使用者界面,你没有办法跟使用者做沟通 那你如何取得使用者要输入的资料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动作 那前面我们顶多是有一个叫所谓的Input Box 有没有Input Box,但Input Box缺点是怎样呢 只能够一个资料 你就只能输,但是如果说你要第二个第三个资料 当然Input Box你可以写一行取得第一个资料 再写第二行也还可以再取得第二个资料 比如说你要要使用者输入借款金额的话 你可以先Input Box让他输入一个借款金额 然后呢在下一个借款利率 他又可以再下一行,Input Box可以跳好几个啦 Input Box不只可以一个,你可以好几个 跳一个就取一个,跳一个取一个 可是问题是跳一个取一个跳一个 其实对使用者来说 会比较干扰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整的 他不是要说奇怪你要跳几次 才会完成这个动作 所以用Input Box 顶多是怎么样呢?方便而已 就是你只是小量资料 一个资料你可以用Input Box 但是如果说你要一个完整的填 比如说你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相对是这个范例 房贷计算的话 你就不太适合用这样 你不可能说一直跳 用它是借款